今天和小叔去跟高考好的弟弟宿舍帮他搬东西 昨天他说东西挺多的 我带着孩子我们也搬不了多少 所以就叫小叔来搬我们了 我们来的时候他都收拾好一大半了 再把这些细小的东西给他收一下就好了 他们宿舍其他人都收好搬走了 就剩我们在最后面了 今天小叔刚好回家 叫他帮忙把东西全部都带回老家去 然后叫弟弟跟我一起回去吃饭 问老弟他想吃什么 他就说想吃烧鸭 然后我们回来买一只 他还想说吃这个凉拌菜 他很喜欢吃这种大朵朵花的 多加一点 最后要了12块的 还要了一把4块的青菜 我们就回家了 回到家的第一件事 就是先把米饭给煮了 免得等一下忘记了 早上吃的碗都还没来的鸡锡呢 得干净给它洗干净了 洗完了这个水还挺干净的 大大桶里面去到时候拿来从厕所挺好的 今天有弟弟在可能吃的比较多 青菜的话就分两次吃了 这个跟也难的洗就不吃了 用剪刀剪掉吧 还买了个小南瓜来一起煮汤吃 这个汤水的话 我是放了酸进去煮的 天气热嘛 吃不下饭 这个就比较开胃一点 把这些凉菜全部倒到碗里面 看起来好看一点 然后吃的就会比较多一点 哇塞 今天又是丰盛的一餐 你看那个辣椒眼睛就辣了 是不是 来关节我家 我们都关节我 又变成辣了 你做好好的吃 啊 剩你 谁给我加的 我 莫白